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3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到底如何有效 填補移民呢 題目為甚麼那麼有趣呢 就是因為你香港政府說沒有移民潮 如果你真的說沒有移民潮 但是你解釋不了 有殺孝潮 殺孝潮為甚麼會出現呢 當然是因為學生流失 你沒有移民潮 根據 香港的法例 就是適齡的兒童就一定要 在香港的學校讀書 那麼你的學生 又沒有移民 香港人 又沒有移民 為甚麼又會爆發 殺孝潮的呢 這個真的很奇怪 大家 大家 真的 不斷留意一下 香港有資金逃亡 有殺孝潮 醫療這個 界別裏面有大量的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潮 有三個潮 最低限度我都看到 但是你跟我說 沒有移民潮 為甚麼那麼神奇 發生甚麼事 人和錢去了哪裏 掉了在黑洞裏面 所以有時你說 港共政府說謊的水平 低到一個甚麼地步 所以我們上一節跟大家研究這個就是鄉議局裏面的一個人物 薛浩賢 有時 他們說的那些說話 其實 都真的非常開明 換句話說說說人話而已 今時今日的香港 香港地 夠膽還出來說話的 其實都已經 相當不錯了 現在今時今日 說多一句也不行 我們 很多反對派人士也充滿恐懼 每樣東西都不能說 反而他們 就是 跟建制有些關係 反而出來還可以說多幾句 叫做人話 但是他們也看到 以前說人話沒問題 今天你說 少少溫和的人話 現在 也有一大群人出來鬥爭 說你說的話就不正確 要跟你割蓆 這次割蓆王 變了鄉議局 變了鄉議局 以及劉業強 建制派的媒體也忍不住 要報導 實際上香港的移民潮 當然是相當之嚴重 你有大量的學校 面臨 殺校 教評會 提倡說要鼓勵內地和海外學生 來香港填補 移民人口 到最後 教評會 還有 就是相關的教育單位 教育局也是一樣 教育局 對於 那個殺校潮 也有看法 因為 根據那個學生 人數統計報告 現在 那個 學生的數字是不斷向下滑 所以其實很好笑 每一個政府部門 其實都告訴你 移民潮正在爆發 但是 這個 垃圾港共政府出來跟他說 沒有啊 沒有人移民了 很好啊 很太平啊 我還要有政策 挽留更加多的人才 要回集全世界的人才都來香港 你說是不是好笑呢 他們現在 真的跟 中國大陸差不多 甚至乎更加離譜 中國大陸 那群共幹就是這樣 解放軍軍演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 不單止走向這個方向 甚至乎 他們那個言論 簡直就叫做胡錫進化 每一樣東西都是假大空 說了才算 這樣的特首 你也做了他那份 要不要李家超做呢 李家超 是 香港那麼多戒特首以來 一定是最廢的那個 不用說了 所有權力都被架空 然後 他負責做橡皮圖章 出來 負責 爆發公關災難 因為李家超本身就是一場公關災難 我們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可你 希望你訂閱本台的Patreon 當成是訂閱報章雜誌一樣 我們也同一時間邀請所有的聽眾 包括已經訂閱Patreon的聽眾 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記得打開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最近的黃標多得很厲害 希望大家真的要確切 打開節目清單 真的欣賞播放 還有一點補充 補充上一節 想說的話 上一節 我又不想 幫他說這句 因為 擔心連累到人 其實 很可能 那位薛先生遭受這個鄉議會割席的人 實際上 官乎他的言論 近乎等於暗黃 為甚麼有些時候 會出現叫做暗黃呢 就是通常那個人 可能 是因為他的身份 不適合 出來擺明居馬 做黃絲帶 例如 法律界裏面也有 政府裏面也有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人 因為他自己在建制裏面 不方便 出來做一個擺明居馬的黃絲帶 做了 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好處 可能立即被人標籤 立即遭到割席 立即遭到排擠 那麼 最簡單的例子當然就好像那些暗黃的法官 當然就是那些法官也需要逃亡 需要移民去英國 當然他不是移民 其實他是等於政治上的逃亡 但是 感激他們在那段時間 做了很多事情 實際上 他們不是出來表態 我們也不是 左派不是出來鬥左 他不出來表態 但是 實際上 真的在很多案件裏面 幫到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這件事就是功德圓滿 所以 不再說那件事了 我們回來研究這一節 這個東方又要出來踢爆 說這個 移民潮很嚴重 現在很多學校 需要縮班 要調遷 要合併 要殺校 四大就是殺校方針 當然啦 殺校就是最後的情況 如果你縮班也搞不定 調遷也搞不定 合併也搞不定 不好意思啦 你的學校做不住啦 麻煩你 就接了 教育評議會出來說 這些方法 長遠來說 根本不是辦法來的 怎樣能夠繼續維持住 香港流失的移民人口呢 他們 真是有好天才的建議 他們 吃蛋糕 這個叫做 何不食肉眉 香港現在 有大量的學生流失 他們要補充的方法 就是向海外找多些尖紙回來 吸引更加多人才 改善這個 就是香港的學校 你說多厲害啊 真是何不食肉眉啊 現在沒有飯吃了 為甚麼不吃牛扒 現在沒有飯吃了 為甚麼不吃蛋糕啊 如果你這個地方 連飯也沒得吃 你還打算吃蛋糕 蛋糕是怎麼做的 你飯也沒得吃 還問人為甚麼不吃牛扒 現在香港 那些 所謂教育政策 荒謬到這樣的地步 覺得原來現在 普通學生流失 他們要找一些尖紙來彌補 多厲害啊 你以為 如果你是一個藍絲市民 你相信政府說的話你不死嗎 哇 走了很多普通市民 換回一些精英 會相信那個也很低能 有很多藍絲現在也不相信 因為藍絲有很多種 我們也解釋過 蠻罷了 有基層的那種都是彎無藍絲 有一些 專業人士ta 有些學會did 但是因為保守 就維取藍絲 有些叫親建制的男絲 在建制里落得利處 跟信念無關的 還有一種 又是統統社會地位 又是藍仓 又是親政府 任何地方都有 那有很多種目的 任何種色系統 現在的藍絲也不相信 你叫我怎麼相信 一群 土共出來做政府官員 會搞得怎樣香港的 誰都知道這一群 其實是 搞文革的 這群是全部土匪來的 其實他們也知道 一大群垃圾上位做高官 跟你說 香港沒有學生了 我們找一些人才來彌補 真的這樣也有人相信 中共一直都在說這些話 大家留意一下 他們真的是自欺欺人 美金沒有了 換勞報 人民幣國際化 他們就是天天在作這些東西 下次 射完東風17導彈就沒有了 射炮掌 炮掌也打贏你 他們真的說得出 說而已 不用成本 不用負責任 甚麼都說得出 沒有學生了 要找尖子來代替也說得出 有很多網民都忍不住恥笑他們 你去哪裡找尖子回來呀 香港 那麼多人才流失 他們唯一可以用來填補 的就是在內地 找內地學生 而且 那些 絕對不是內地尖子 只是找內地的普通學生 你硬硬去彌補 人口的空缺 實際上 港共政府一直都在做 本身就是想在香港換血 換走你的香港人 換回一班 聽話的信民 回來 但是這件事 他們一直在香港都失效 因為 香港的教育 他們覺得控制不了 結果 在2019年 爆發了時代革命 出來 他們現在打算重施故技 繼續用內地新移民 填補 香港移民人口的空缺 根本沒有所謂 海外人才 你不要說海外人才 外資幾乎都要撤資 找外國尖子來讀你的學校 真是發夢 這班人 真是甚麼都說得出 因為不用負責 一個從來不需要問責的政府 說甚麼話都可以 跟解放軍一樣 射完下海就跟你說準確命中目標 說甚麼都可以 馬後炮 所以很多網民都給了很多提議 你們不要找內地網民 不要找內地人民 內地人民也不想下來香港 內地人民嫌你香港現在沒有得救 是不是 上面那麼多好地方 慢慢發展大中華 還走下來幫你發展香港嗎 你們要找 去非洲找黑人過來吧 這個不是開玩笑 中國大陸真的有很多 黑人走進去中國大陸裏面 黑人有沒有問題 其實也沒有甚麼問題 不過 我們就真的覺得他在世界上尖子就找不到 不同地方 的人口也還有機會 這樣搞的話 你香港 真的想不死也挺難的 其實這樣搞下去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